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今天我们灵修的范围 是在《使徒行传》第25章 我要从23节读到27节 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 大张威士而来 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 进了宫听 菲斯都吩咐一声 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 菲斯都说 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 你们看这个人 就是一切犹太人 在耶路撒冷河这里 曾向我恳求呼叫说 不可容他再活着 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 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 论到这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咒明主上 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 也特意带他到你 解诵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他自己也清楚 保罗所引起的这个事端本身 并不是法律上的事情 是犹太人律法上宗教的事情 所以他认为应该是可以 把他打发回去好了 可是无奈 犹太的宗教领袖 定义要控告他 可是他们又不能够 审判这个具有罗马人身份的保罗 而保罗本身是非常的定义说 我必须要把我的案子 要上告到凯撒皇帝面前 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见 保罗一个人自己要面对这么多人 的一个强大的一个势力的辩论 我们可以看见从前面几章到现在 保罗差不多经历四次五次的公审 没有一办法清楚地定保罗的罪 每一次都是保罗在诉说 上帝在他身上发生奇妙的事情 可以讲是一个布道会一样 在前夫长的面前 在这个大祭司的面前 在这个巡抚的面前 现在到了亚基帕王的面前 当然后来可能又到了罗马皇帝的面前 他不断地做见证 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见保罗是这么样的一个 慷慨激昂 诚实无味 我们所关键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经历了真理 我们也晓得保罗本身 也是用着他自己的想法 遵从犹太律法去捉拿基督徒 可是当复活的耶稣与他相遇之后 保罗整个人都翻转了 他把真实的经历 跟他过去在律法上所学的连结在一起 他终于知道了 他原来过去的祖先们 所侍奉的上帝 就是他所逼迫的耶稣基督 而耶稣基督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 他竟然逼迫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 他错了 从此之后 保罗为着这位复活的耶稣 大大的见证 在他身上充满圣灵的能力 所以我们看见 他再也没有什么畏惧的事情了 在这边我们要分享一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的信仰 活出这么有力量的一个见证 我们说如果我的信仰本身 只是一种理论上的 知识上的 一种非常美的一个信仰的分享 或许我觉得说 这真的不错 我能够接受这个信仰也不错 过一个比较圣洁的生活 与世无争的一种生活的模式 这个不错 可是这个不是真正成为基督徒的用意 真的基督徒的用意 是在你身上可以产生 极大的影响力量 那么这个就关键到说 我们有没有办法 把自己生命当中 真实的经历活出来 每个人都可以讲出 非常美的一个讲章 我们听得非常的好 可是没有力量 保罗这做见证的时候 连亚基帕王本身都吓一跳了 你想要让我成为基督徒吗 连他听得一定是很有力量才对 所以真实的信仰是因为你生命当中都有真理 而你如何知道这个真理 是因为你经历了上帝 经历上帝跟认识上帝是不一样的 我可以脑袋充满有关于所有上帝的知识 却没有一点点经历上帝的真实的经历 这两个是决然不同的 所以要鼓励大家 每一天去经历上帝与你的同在 每一天去经历圣灵在你身上大大的作为 因此你的最见证才是有吸引力 能够影响别人 过去旧约圣经当中描述过很多的神迹启示 其实在先知的面对巴黎 这些先知的过程当中 最后耶和华上帝他得胜了 伊利亚先知向上帝祷告 在这些石头上面摆上的机物 从天而降的火燃烧了 这些先知们巴黎的先知全部都知道 原来耶和华上帝是真实的 众百姓也看见了 那么请问他们相信上帝了吗 没有 历代以来耶和华上帝怎么样显出神迹 请问犹太人相信了吗 没有 这是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们没有把上帝带到他们心里面去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信仰的真实面 保罗本身上帝没有要求他说 你要拯救多少人 拯救多少人 这并不是保罗的工作 只不过是他要放胆的作见证 其实在被压解的过程当中 保罗还是经历许多的患难 可是上帝透过使者跟他显明出来 你要放胆的为我做见证 神没有把这个苦难从他身上拿走 只是应许着我与你同在 亲爱弟兄姐妹 我们传福音是传真理 这个真理本身如果你要你有经历的时候 你影响力量也就大了 甚至连这个非信徒 非使徒的寻服都说了 据我看来 没有承明他的案件是不合理的 某个部分来讲 他都能够站在保罗的立场 所以无论得死不得死 我们总要传福音 耶稣看见一个年轻的犹太人 他行的律法什么都好 可是他跟他要求一件事情说 你还有一件事情 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 为什么最后还加这句话呢 因为跟从耶稣 真正是认识耶稣基督救恩 最大的一个管道 因为跟从了耶稣 就经历了耶稣 你经历了耶稣 就可以看见真正的宝贝在他的身上 不是你拥有什么 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上帝拥有 这才是最宝贵的事情 愿上帝透过今天的经文 来丰富我们的生命 记住去经历神 比认识他更多的重要 阿们